接下來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Office出來到現在已經是32年的時間 所以它其實滿資深的 而且到現在為止 它的市場佔率非但沒有減少還變增加 因為在台灣市佔率 我查一下我嚇一跳 Office的市佔率居然高達95% 也就是說95%在辦公室裡面用Office軟體 幾乎都用微軟的Office 其他的5%的話 有可能就是用別的免費的 有很多是免費的Office 但問題免費的Office為什麼反而沒人用 大家一定要付錢 而且現在Office 365 如果你到業界上班 它每年現在變成訂閱制的 一年要繳一個費用 如果是家用版好像都要一千多塊 一年都要繳一千多塊 每一年都要繳 那以前是買斷 不過哪個好其實也各有優缺點 因為如果你是一年繳一次的話 那變成有點像分期付款的概念 每一年繳 那如果你一年買斷的話 你要給一大筆錢 所以各有缺點 但是它就是要一個費用 那當然我們現在用在學校的話 因為有教育版 相對的是沒有那個費用的問題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學校好像有提供那個教育版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 你可以問一下 應該就有這個資源了 但如果你畢業之後就沒有這個資源 你就要花錢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還有第二個 如果你想說老師 這個公式有點冗長 又要test 又要lab 又要value 這樣有點麻煩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想想看吧 其實除了說用這一題來看的話 其實另外應該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year year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年次二好了 那你說用year怎麼 插團數的時候 你可以用日期的方向去思考 也就是在這個日期裡面有一個函數叫year year year顧名思義 年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年取回來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year 它這個函數取得這個資料的時候 因為主要也是格式關係 你看到是70 但是因為在那個就是Excel裡面 實際上它是沒有民國年的概念 那這個民國年怎麼來的 是後面的外掛 所以讓它造成的 所以實際上美國人在年的部分概念只有西元 所以是1981 OK 可是問題如果你假設要把1981 變成70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不過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為什麼變1905 跟各位講 因為在Excel裡面只要認為說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可能是日期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格式化成為日期 那這個自動化有點討厭 根本不是它也會認為 所以怎麼辦 每個人按右鍵 儲存格式 它太自動了 其實它不是日期也把它改 改回原來的通用格式 這樣就得到1981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要70怎麼辦 很簡單嘛 就是減掉多少 1911不就好了 打個勾 打個勾之後 它怎麼還日期 一樣按右鍵出那個格式 所以Excel滿討厭 它會以為說 你這個應該日期 它就幫你格式 那沒關係 把它改回來就好了 改回通用案確定 也是70 然後快點兩下 得到的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OK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當然也可以用一耳減掉1911 好像公式會簡單許多 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你問老師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敘述 其實我跟各位講 當然以這一題來看 是可以用一耳取代的 但是很多工作裡面是沒有的 沒有的話你就乖乖只能用前面的這種推理方式 那前面這種推理方式就是說 當你要取得某字串的時候 發現格式上的問題 那就可以用Test 那如果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用別的函數 那如果沒有 那你只能乖乖的這樣用 OK 所以Test的函數真的還滿重要的 OK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連Test都沒用過 他工作怎麼解決問題 如果剛剛那個沒有一耳可以用的話 那就卡住了 所以工作裡面是這樣 反正就是解決問題的最短途徑 你怎麼最快把一個問題又快 然後又簡單的把它解決 那就是你的專業 那有的會的人就很快就做完 那不會的人就是慢 所以這個快慢就是效率 那效率高低有的時候 還是非得要對這些東西熟悉 那你說有沒有更快 其實還有啦 你寫個VBA也是一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有的時候殺雞不用牛刀 簡單的事情簡單處理 有沒有 那如果複雜的事情 當然就不能簡單處理了 所以你說老師怎麼說要寫程式 問題很複雜的時候就需要了 但問題很簡單的時候 你就用函數就好了嘛 所以這怎麼樣 進可攻退可守嘛 OK 也就是你近距離的話有沒有 你還可以用VBA 對不對 像這麼短距離 到捷運站 走路也可以啦 不過沒事你說 老師我這麼短距離 我要開個超跑 你神經病浪費時間而已嘛 對不對 OK 短距離你就沒必要 比如說高鐵 高鐵這邊也沒有啦 OK 那有人說老師我南港要到 台北我要坐高鐵對不對 也可以啦 但問題 我看有那個YouTuber就敘述 我搭高鐵比較舒服 對 可以啦 因為不想跟人擠啊 因為如果你搭捷運的話 你從南港車站搭板南線 上班時間擠得要命 對不對 然後費用也好像也要40塊左右吧 可是你搭高鐵好像60塊吧 我其實好像差不多20塊 那我可以很衝容的 舒服的 那何樂而不為 對這種講法也是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 至於你該怎麼去使用這個工具 就是因人而異了 OK 有人每天都喜歡寫程式 可不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說這簡單函數處理一下 不就好了嗎 他每個人不一樣啦 OK 所以這個就是看個人 好 所以第二個解法 異爾有沒有 這個解法 OK 反正不管啦 那他還沒有年次第三有 再自己去想想看 有沒有年次四有 那當然我是建議啦 你在學習階段就多四 如果你可以多想幾個 OK 你在從中挑選一個最好的 那就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以後你就知道 遇到什麼問題 怎麼做會是最好的 好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 有年次這個欄位囉 接下來我要用樞紐分析表 來做統計分析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也是旁邊這個 這個是VBA啦 其實VBA就是這樣 就可以這樣 有沒有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會出現有沒有 這個結果 就是按按鈕就可以啦 以後你也可以把這些東西 變成按鈕 好 那這個先 這個後面的 我先把它滴的掉好了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樞紐分析表 很重視資料的正規化 什麼叫資料正規化 就是上面這個欄位 這兩個欄位 其實在Excel裡面 有點多餘啦 因為它基本上不屬於 資料的一部分 所以請你把一二列 記得把它刪掉 否則的話 如果你假設 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很容易出錯 OK 所以將來 假如你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盡量 那個資料不要多出一些 資料本身不應該有的 這些敘述 要不然你就把它放在下面 你不要放上面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不然你就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不要放在上面 好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些 把這兩列先刪掉 按右鍵刪除 好 這樣的話OK了 再來我要用樞紐分析表怎麼做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其實蠻好用的 如果你Excel裡面 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應該 應該表示你不會用Excel 這東西太好 太重要了 因為你要做報表 你不會樞紐分析表 那你怎麼做報表 人工嗎 自己慢慢算 該不會有人這樣 年次幾個 用什麼 用排序 資料裡面這裡有一個排序 排序還有A到Z到A 那比如Z到A好了 你放年次Z到A 有沒有 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70的全部加在一起 算一下幾個幾個 但不是這樣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太不專業了 OK 如果實在沒辦法 有的還是用排序的 不過這個是不專業的方式 如果你要專業一點的話 首先第一個 先把上面兩列先刪掉 這個要資料正規化 第二步的話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記得喔 在這個地方 上方有一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油標放裡面就可以了 放這個範圍 那它很貼心 它會自己幫你找到 這個資料整個範圍 那你會發現它是不是A1到J的110 是不是你要選取的範圍 對 那按確定 那剛剛為什麼要刪除那兩列 因為上面那兩列如果還在的話 它可能會選取失敗 那你說老師那選取失敗 我可以重選 可以 但是我覺得比較麻煩 乾脆你把資料先弄乾淨一點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有 叫後顧之憂 OK 所以第一步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只要把我要統計的欄位 上面是你要統計欄位 你把年次拖拉到列 OK 也就是這個是你要統計的東西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這個是你要統計的數量 那如果是你拖拉的資料 假如是一個數字的話 這個欄位裡面如果是數 它會幫你加總 可是如果是一個文字 它會幫你算幾個 所以把它放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出現了 年次總共有58個嗎 不是 所以請你接下來 把這個加總 旁邊有個箭頭有沒有 把它改成值的欄位設定 因為我要算幾個 所以你就幫我算幾個 就計數 其實英文叫count OK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它幫你算出來了 在這個資料裡面 58年次一個 59的一個 60的一個 然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 最多的應該是幾年次最多 71年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把同一類的東西 幫你放一起之後 再去計算它裡面有幾個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把這個 所以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就是把年次拖拉到列 也就是說你要統計的是哪一欄 我要統計這一欄 所以列的話指的是你要統計哪一欄 那再把年次拖拉到值的話 意思是說那你幫我再算一下 那個年次裡面有沒有一樣的 一樣的幫我算一下它的數量 所以記得前面要改成計數 不能加總 因為加總的話就把它加在一起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是數字 所以加在一起那就不對 不是我們要 所以把它改一下 應該看得懂吧 但問題你說老師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年次的人最多 如果假設老闆要的是這個答案 那就有了 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直接給老闆 甚至你可以排序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油標放這邊 然後資料裡面的話 可以把它油標放在這個儲存格 然後Z到A排一下 那馬上可以知道說 這個年次裡面最高的前三名 就是71、73、72 馬上有答案 可是問題 老闆不是要這個 老闆要幾年次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用排序 那怎麼把它群組 最後的話 請你再把油標放在A5上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叫組成群組 有沒有 群組的意思是說 我要針對這裡面的資料 把它group起來 也是50到59一個group 60到69一個group 一次類推 那怎麼組成 按右鍵 記得在A5的地方按右鍵 然後組成群組 那開始就 看一下好像最低是50吧 最高好像是79 77 反正不管 反正就50 好像只有五年級 六年、七年級生 然後間距的話 本來是1對不對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0 因為50 就會到59一個group 然後60到69 當然間距剛好10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了 有沒有發現 五年級生就出來了 兩個 六年級生 41個 七年級生 57個 Total 100個 OK 好這樣就 已經把報表做出來了 OK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剛剛群組的時候 這個群組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取消 如果你假設群組 沒有辦法群組的話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你資料是文字 如果是文字 就不能群組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加value 你說老師 那我不加value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你要群組的話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群組 我可不可以不要value 可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最後如果你要畫出圖表的話 那很簡單 上方一樣有個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分析吧 那這邊就有個樞紐分析圖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本來是一個表格的型態 再把它畫成一個圖了 樞紐分析圖按下去 那哪一個最直接 數量最簡單 數量用直條圖好了 所以我們就選預設的 有沒有這個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那你把它稍微調一下 調一下 馬上有個圖了 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改成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甚至你不改也沒關係 那上面的這個標題 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改成什麼 年次統計之類的 OK 比如說你要改的話 直接在上面把標題改一下 甚至上面如果你要再把它改成不同的字的話 你可以換個顏色 自放大一下 年次統計圖 OK 這樣就滿清楚的 其他這底下也可以改 這都統計 這個圖例好像也不需要 不需要可以把它delete掉 沒關係 好 類似長這樣 馬上就有個圖 有沒有 有表有圖 一目了然 所以以後資料一出來 你想要統計什麼 只要先把那個欄位變出來 之後你報表就有了 你的圖也就有了 這樣不是觀察資料就會非常的容易 你就可以馬上說 對 我們的客群都在七年級生 OK 所以他們是我們最應該掌握的族群 請各位試試看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